日本前位艺术家 草間離生的作品 《無限鏡屋》 追捧者派長龍 只是為了欣賞的屋一分鐘 至少飽受精神病困擾的經歷 反映在草間離生的作品裡 當感官室 增設在本國城市新建的社區中心內 直刺激各種感官 提升幼兒或長者學習及互動能力 一面聽串流音樂 一面看畫 成為欣賞畫作新體驗 請留意星期三晚10時時代雜誌的報導 時代雜誌 是由McKenzie Investments 萬順投資贊助播出